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视频呢 是我2019年的一个 综细大一合集 每年都会跟大家做这个大一合集嘛 然后今年可能跟前两年做的 有一些内容上的不一样 因为前两年我分享的很多 其实都是以比较平价高阶的单品为主 那今年呢 我可能会更多的给大家介绍一些 比较贵价 然后值得投资的大一单品 今年我有买一些 就是之前一直想买的 那种比较贵的大一 就算作是一个投资款的单品吧 因为我觉得大一这种东西 它真的还是能穿很久的 所以如果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还是想要去投资一件 就是质量非常好 版型很好 也很好搭配的大一 比如说我今年买了那件 心心念念的 MaxMera的101801的妥色 其实在今年比较早的时候 二月份我去伦敦的时候 也买了一件MaxMera 101801的蓝色 那今天呢 我也可以跟大家来对比一下 这一个款式的两种不同的颜色 那我们就分到不多说了 现在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那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呢 就是我今年新买的这件 MaxMera 101801的妥色款 那这件大一呢 我是今年九月在意大利买的 然后它退完税之后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美好 我觉得比国内便宜好多 而且比伦敦也便宜 应该算是全球买MaxMera最便宜的地方了吧 然后我这一件呢 其实我买的是最小码 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宽松的版型了 所以我不需要它再太oversize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最小码是比较合身的 然后我是16850公斤这样子左右 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我觉得只要是在这个170以下的身材同学的话 应该买最小码都是蛮合适的 然后这件大衣就不用多说了吧 我觉得算是大衣里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 它是MaxMera 1981年推出的一个经典款 到现在30多年 然后卖的也是相当的好 那它其实整个就是一个这种宽松的 双排扣的大衣的款式 我觉得它有一个最特别的细节 就在于它大衣里面 它是每个大衣里面都有缝制一个设计师的手稿的 就是上面也有介绍一下它这款大衣的历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 而且很有品牌标志的一个细节在这里 那101801大衣现在也火了30多年了 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大衣单品 另外就是它的长度我觉得也是适妆对亚洲人比较友好 穿上的话差不多到小腿度下面一点点 就不会像很多欧美品牌的大衣 它太长到脚踝的位置 对很多人身高可能会有一点要求这样子 另外再来说说它的穿法 大部分人比如说大家看那个我的前半生里面 就是那个唐晶 它不是经常穿这个款式的大衣 它基本上都是用一个敞开的方式来穿的 但其实这件大衣它里面这边还有配一个腰带 它的这个腰带其实是可以挂在大衣里面的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隐形的机关 那你可以这样子敞开穿 也可以配上大衣来系起来穿这样子 但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一般大衣的那种 就是在大衣上面固定腰带的地方 所以我经常就是系了这个腰带 然后进店里比如说吃完饭 然后把腰带解开了之后走了就忘记拿了 然后因为这个差点丢过好几次腰带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它的一个小缺点吧 不过我也能理解它 可能为了设计上的一个美观度 所以没有做那个固定腰带的地方 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面料算是非常好 它用的是意大利的顶级羊绒的材质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冬天在选择大衣的时候 它的面料和材质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我们肯定都不想穿的特别笨重的去保暖 还是想要大衣又轻盈又保暖 所以这个时候对面料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有时候你可能看一些高阶品牌 它的整个大衣的款式非常好看 但穿上去要么就是不保暖 要么就是很保暖的话 穿上去会非常重压迫的整个肩膀很不舒服 那这件大衣它用的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顶级的羊毛的一个面料 所以穿上去我觉得是非常轻盈的 但保暖性是相当够的 我觉得在现在的北京 或者是我上周去伦敦 穿一件这种打底衫再穿这个大衣 我觉得就完完全全OK了 那在搭配方面呢 我觉得它可能性也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穿一个这种打底衫 配一个也同样裸色系的下装 不管是半裙还是长裤 当然了我更喜欢配半裙 因为你里面穿秋裤的话 就完全看不出来 也不会显得臃肿 那其实你如果想搭配的休闲一点 搭一些那种短袖啊 牛仔裤什么的 我也觉得很好看 另外就是它里面的叠穿可能性也很大 你可以叠穿一些西装啊 或者是一些牛仔夹克皮衣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件大衣算是我迄今为止买到的大衣里 最最值得投资的一件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件呢 也是一件Maximear的101801的深蓝色 是我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伦敦买的 我记得在伦敦它的价格是2000磅 退税前算下来的话应该是18000人民币左右 它比在意大利买还是贵了好几千块钱 那这件呢我买的也是一个最小码 其实相比起那件驼色大衣来说我还是更喜欢这个深蓝色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深色的大衣可能会比较适合大部分人的这种肤色吧 而且比较耐脏这样子 那这件衣服呢跟刚刚那件其实整个的款式啊 然后面料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 但我觉得它的搭配性可能不一样 那铁色那件给我的感觉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知性温柔优雅一些 然后这件深蓝色呢我觉得可能可以更好的跟一些牛仔类的单品进行搭配 就是可以比较好的搭配的年轻一些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那一搭 就是一个优衣裤的一个白色针织衫和一条浅色的牛仔裤这样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休闲日常的一套冬日搭配 比如说它跟一些酒红色来进行叠穿我也觉得很好看 另外就是一些黑色白色中性色的单品跟它搭配起来也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我们亚洲人的肤色普遍偏黄 可能有时候这种坨色或者是棕色系的单品 没有办法衬的肤色特别好看 那如果你有这种顾虑的话 我觉得这种深色的大衣可能会比较适合你 好了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两款大衣的版型呢 都是那种宽松双排扣的一个版型 像这种比较宽松然后长度适中的款式的大衣呢 我觉得是适合大多数人的身材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别的版型的大衣 像现在我穿的这一件呢 也是我今年秋冬买到一件特别喜欢的大衣 之前又给大家派过穿搭了 这个大衣呢是来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匈牙利小众品牌 Nanushka不知道念的对不对 那这个品牌差不多是两年前左右开始火的吧 今年因为它出了一些植物皮的单品 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火爆 感觉博主人手一件那种皮裤或者皮衬衫 那今年呢他们家的大衣我也买了两款 都没有让我失望 所以我对这个品牌的好感度是非常高的 加上它的质量非常不错 但价格也比较有好 性价比算比较高吧 这件大衣它的设计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它厉害在它这个阔形非常好看 大家可以看到它袖子这边是做了一个 这种有弧度的一个阔形设计 那我们穿上去呢第一个是会显得比较有质感 第二呢也是给里面穿一些比较厚的 保暖的内搭做了一些大的空间这样子 另外还有两点比较值得提的 就是一个是它这个腰带 它长得像一个一根那种圆滚滚的面条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大衣的长度非常长 算是我现在目前有的大衣里最长的一个款式 如果我不穿高跟鞋的话 它差不多到我脚踝的位置 而且我看了一下Instagram上很多 那种身材比较高挑的外国博主穿的话 也是显得蛮长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大衣它其实是比较挑身高的 如果个子太矮穿这件大衣的话 有可能整个人会被压得比较不好看这样子 另外就是它这个颜色是一个这种深棕色 我觉得像这种颜色呢秋冬穿是非常好看的 就是显得很复古很浓郁 然后也很有气质 而且它相比于比较浅的凯奇色 或者坨色来说也相对来说比较显白这样子 那我这次给它做的搭配呢 就是里面依然是这个一直没有换的 优衣裤的白色内搭 然后里面又搭配了一条这个红色的丝质的连衣裙 这条连衣裙我觉得就是我拍了两次了 大家都还蛮喜欢 但它其实超便宜 我也把品牌信息放在信息栏这样子 这条连衣裙呢给大家单独展示一下 它是长这样子 它其实是一个这种长款的长袖webdress 第一个是它这个颜色非常显气色 第二个是它肩膀和袖子的设计 是有一些这种泡泡袖的感觉 然后比较不那么日常吧 虽然它整个的裙子的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有这种比较好看的细节在 所以它其实是一条平时既可以休闲日常穿 平时比较重要的场合也可以搭配一些比较华丽的首饰来单穿这样子 我觉得也许它也会比较适合那种现在的party season 或者是之后的年会穿搭 这一套我给它配的靴子呢 也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双Gani的那个长靴 因为它的颜色跟我的大衣是相互印的 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一套呢 是我近期特别喜欢的一套造型 那再来说说它这个面料吧 它是有90%的羊毛和10%的silk 我买了两件Nanushka的大衣 基本上都是这个面料的成分 我觉得它相对来说保暖性还不错 而且质感非常好 我觉得它跟MaxMera大衣的质感其实差不多 但价格是差很多的 最后呢我刚刚有查一下这个大衣 它现在是有在打折 然后折扣力度是蛮大的 所以我会把信息呢放在信息栏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另外一种款式的大衣 就是这种浴袍型大衣 那它呢也是来自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那个匈牙利小众品牌Nanushka 其实在上支购物分享的时候 有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在就是这个大衣视频里 来协同的跟大家来就是分享一下 这个大衣的版型 以及适合的人群 像这种浴袍型的大衣 其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款式 因为就是它给人的气质 就是那种很不冬天 就是非常慵懒 然后时髦随性的那种感觉 里面呢不管你是搭配那种高领针 真伤牛仔裤 还像我这样搭配一条这种真丝的吊带裙 我觉得都会有不一样的气质吧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让你穿的比较好看的一个大衣的款式 但是其实它也是蛮挑人的身材的 我觉得这一件大衣呢 它就是比较适合上半身比较瘦比较单薄的同学去穿 因为如果你上半身太丰满的话 穿这种浴袍型的大衣 然后把它这个腰带系起来的话 整个上面这一片会显得很骨 然后比较臃肿 所以我觉得如果上半身比较丰满的同学的话 可能会更适合去选择一些H型大衣 就是那种直筒型大衣 那这件大衣它面料成分跟刚刚那件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90%的羊毛和10%的silk真丝 所以它的触感是非常相似的 质感特别好 我觉得它质感顶得上Maximera了 但是价格呢相对来说又非常的美好 但是这件相比于刚刚那件巧克力色来说 比较轻薄一些 它应该是比较适合南方的小伙伴 或者是冬天还比较温暖的国家 至少现在在北京穿这件已经不OK了 那这件大衣它整个的版型设计是非常简单的 它一个扣子也没有 然后就是两侧有两个大口袋这样子 然后靠一根腰带把它要系起来 那整个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轻松随性的 就很适合比如说我们晚上去约会啊 或者是周末吃brunch啊 另外呢这件大衣的长度相比于刚刚那件来说短一些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普通身材的同学也比较友好 也比较适合一下弄人穿嘛 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米白色 其实米白色我觉得用在大衣里是最好的一个颜色 虽然它可能比较容易脏但是它不太容易显脏 总体来说呢这件是一个非常轻松时髦 然后质感很好 另外也很好保养的一件大衣 在搭配性上来说也还不错 不过不太适合身材比较臃肿的同学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呢 跟刚刚那一件大衣几乎一模一样 只不过它可能气节上做了一些变动 它其实整体来说呢也算是一个预袍型的大衣吧 然后颜色也蛮相似的 只不过刚刚那件就是它米色的细节比较多 然后这件呢是有一些花灰色的颜色在里面 另外它也是90%的羊毛成分 但是做的比刚刚那件来说厚实一些 它在于刨型大衣的整个版型上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 使得它可以适合更多人的身材 比如说它就是领口的这个部分 比刚刚那件做的收窄的一些 就是细节处没有那么夸张 那这件大衣它其实是品牌送我的 但也是我今年冬天特别喜欢穿的一件单品 因为我觉得它穿上去可能不同于我刚刚介绍的那些大衣 它整个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温柔 然后没有侵略性也比较气质一些 而且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这个双面羊毛的这个成分 质感也是非常好 手感也很好 但是价格比刚刚那件还要便宜一些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大衣的款式 它其实比刚那件的Nushika要稍微长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差不多165以上的同学穿这个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这次给它搭配的其实做的是一个全身纯白的搭配 但我里面还有给它搭配一件纯白色的真丝上衣 和一条这种白色的 我从夏天就开始穿的白折裙这样 这件真丝上衣我非常喜欢 它从正面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高领的衬衫 但是它的细节呢其实是在背后的 它背后呢有一个这种蝴蝶结细带的一个细节设计 虽然它都是白色的 但是我中间用一些这种棕色鳄鱼纹的腰带啊 还有棕色鳄鱼纹的这种鞋子 做了一些就是深色细节上的点缀 使得它不会说看起来太轻飘飘 那整个这一套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温暖冬日的一个比较温柔的穿搭吧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大衣类型呢 算是一个我曾经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穿的这种简型大衣 像这种简型大衣呢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整个大衣本身呢会做的比较有幅度的那种扩型一点 它其实起源于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八零世家推出的那种大衣的类型 当时也是打破了很多人对大衣版型的一个看法吧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简型大衣的感觉就是那种少女穿起来 然后可可爱爱的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它推出这种简型大衣的时候 我觉得它反而给人的气质是比较优雅 然后比较特别的 那我这件简型大衣呢也不算是那种扩型非常夸张的那种 但是呢它的长度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大衣里最短的一件 这点其实是我不喜欢它的一点 因为我觉得大衣的长度很重要 就是比较长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比较有气场 然后身材也比较高挑 那比较适中的大衣的话搭配性相对来说也比较好 像这种特别短的大衣 它其实就在膝盖下方一点点的位置 穿不好的话就会显得身材比例有一点点奇怪 但是这件大衣我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我也就是之前给大家录视频介绍过了 它采用的是一个拉绒羊毛的面料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给人一种这种毛绒绒的这种感觉 看起来就特别温暖 实际上也非常的温暖 那这个大衣它整个的颜色拼色非常好看 是一个这种蓝色拼棕色的一个大面积格纹的一个款式 像这种棕色蓝色的拼色呢 我觉得既特别又好看 另外又不会说太过于夸张 然后不好搭配 你里面不管是搭这种白色的单品呀 然后或者是一些蓝色的单品呼应啊 或者是鸵色的单品呼应 都是非常好看的 我之前又给它搭配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内搭 是白毛衣和棕色长裤这样子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内搭呢 就是里面是一个蓝毛衣 下面是一个白色的这种宽松长裤的这种款式 整个这一套我觉得是给人一些比较有色彩啊 比较青春活力的感觉 那另外上支视频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一点 就是这个大衣的一个缺点 它比较容易显得人比较臃肿 所以虽然它配了一条腰带 但是我尽量不会去把它系起来 不然系起来真的会显得腰很粗 那总结来说像这种版型的大衣 尤其是又用这种拉绒羊毛的面料 就是显得比较毛绒绒的大衣呢 非常不适合上半身比较丰满 或者是比身材比较娇小的同学来穿 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版型的大衣呢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件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版型 就是这种H型的大衣 它呢是一个这种直筒型的大衣 就是没有太多那种有弧度的阔型 整个给人感觉是非常板正 然后非常帅极利落 适合通勤感的这种感觉 那像这种款式的大衣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西装的延长款 因为大家只看我上面这一部分 是不是就很像一个常规款式的一个后西装 我记得我第一次穿这件大衣出去街拍 然后发了一张上半身的照片在Instagram 很多同学问我 哎 西装很好看 是什么牌子的 其实它是一件大衣 虽然是一件大衣 但是跟西装给人的感觉比较像 就是比较中性帅气利落 然后有通勤感一些 尤其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呢 它又是一个垫肩做的比较宽 然后就是相比来说比较oversize的一个宽间的这种 H型的大衣 所以它看起来气场会更强 而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宽间会显得整个人的头身比会比较好看 就头比较小 那整个这件大衣呢 它是有86%的羊毛 其实保暖性呢 我觉得是一般没有说特别差弹 也没有特别好 另外它的颜色是一个这种花灰色 我觉得很有质感 而且像这种款式的大衣 选择这种比较浅的灰色或者是鸵色之类的 会比深色的那种黑色深蓝色的这种H型大衣 看起来侵略性没有那么强 就是日常穿的话 我觉得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 那这件大衣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绍过了 它就是各方面我都很喜欢 但有个小缺点就是它的这个长度呢 比较偏长 整体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欧美人的身材的 就是如果我穿的话 我一定会穿一双带跟的靴子 整体来说这件大衣呢 它比较适合身材比较高挑的同学 那我之前给它做的搭配呢 也是一个就是最近很喜欢的一个这种真丝的衬衫 而这个衬衫上面有一些黑色的这种几何线条 看起来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还有那种比较简单的一条深色牛仔裤 之前也有给它搭配过白色牛仔裤 我觉得都蛮好看的 那等到天气如果再冷一些的话 像这种衬衫里 我们也可以叠穿那种贴身的针织衫啊 然后或者再加一些比较厚的毛衣之类的 都是比较好看的 所以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件它的搭配性很好 然后我也很喜欢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 这件呢也是一件灰色的大衣 跟刚刚那件就是H型的大衣 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 它这个款式呢 看起来会更加轻松休闲一些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款式呢 是一个落肩 然后宽袖的设计 这个袖子的扩型 其实有一点像 一开始为大家介绍的那个难度是看的 那这件大衣呢 它是百分之百羊毛 而且是意大利制造的 我觉得它不管是做工还是面料 都是还不错的 它这个羊毛的质感 跟之前介绍的大衣有一点不一样 是比较有这种颗粒感 就是摸上去会觉得 比较粗糙的这种感觉 它的保暖性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它的这个款式呢 是一个单排口的设计 加上一个腰带这样子 长度差不多在小腿肚下面 两三厘米的地方 那百分之百羊毛 它的保暖性是不用多说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整个这个大衣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日常 非常百搭的一件大衣 我之前一直就是说 可能在评价高阶品牌里的大衣 不是很值得投资 但我觉得Other Stories 还是能找到一些做工不错 版型也很不错 可以穿很久的大衣 像这件呢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 就这种单排口的设计嘛 给人也是有一种比较 复古的感觉 所以除了像我现在这样子 搭配这种针织衫 衬衫牛仔裤以外 我觉得也可以搭配一些 比较女性的连衣裙靴子 这样子来穿 好啦 那最后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秋冬的外套呢 就古式大衣了 是我最近很喜欢穿的 这件夹克 它是一个皮毛一体的 一个外套 穿上去也是非常的保暖 而且看起来特别可爱 另外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是可以双面穿的 如果正面这样子穿呢 就是一个这种 比较常规的一个皮夹克的款式 那如果是反面穿 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反面穿的话 就是一个完全 就是一个毛茸茸的 特别可爱的一个外套 所以一件单品 它可以两面穿 就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吸引我的点 因为感觉就是 花了一份钱买两件外套这样 而且它两面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像这件呢 虽然它是一个最小码 但其实它做的是一个 比较oversize 比较宽松的一个款式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肩线其实是在这里的 因为我也能理解 像你穿这种外套 应该是已经到冬天冷的不行了 才会穿 所以里面可能内搭呢 也是需要厚一点的内搭 但是我觉得现在北京这种天气 我里面搭了一个最基础款的一个 很轻薄的一个 针织打底 然后再穿这件 也是非常非常保暖 非常非常够用的 那它整个这一面的这个样子呢 我也是蛮喜欢的 是一个这种米白色的一个 皮毛一体外套的款式 我会觉得比那种黑色 或者棕色的看起来要 吸引我一点吧 就是比较温柔一些 然后搭配一些浅色的牛仔裤 什么的就很好看 那其实说实话 像这种外套 它本身的存在感就已经很强了 在搭配的时候 我就不会给它再搭配太多那种 很有设计细节的单品 就像我今天这样子 穿一个这种普通的打底 然后穿一条牛仔裤就最多了 那如果大家还想要 就是再有一些搭配感的话 里面穿一些连衣裙什么的 也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搭配吧 那整体来说 就是这件外套它非常的保暖 然后也可以两面来穿着 换不同的风格来穿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的 好啦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的秋冬大衣视频啦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吧 拜拜 好我是章鱼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来啦 诶等一下 那这一件大衣 它整个的设计也是香的 你在那边扣什么鼻子 没有 你在那边扣什么鼻子 不是在外面的豆子 你扣完鼻子还要放嘴里吃 它就是领口的 比如说它领口这边 做的没有刚刚的吗 嗯 诶 用我吃了 好 当然没关系 给它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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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